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海綿哥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平常不會玩的手機遊戲 跟之前介紹過的咒術師學員不一樣 我要進入正牌的霍格華茲當學生 這個遊戲是哈利波特魔法覺醒 這遊戲我已經玩了一個禮拜還沒有念 就讓我告訴大家它到底有什麼內容好玩吧 遊戲一開始,我們跟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一樣 是在一個麻瓜家庭長大的 就是因為這樣,海格特地騎他的飛天摩托車來給我們一點幫助 去學校之前當然我們要先去寫腳像買魔杖跟貓頭 在這裡我們也要編輯我們的造型 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小技巧 選髮型的時候按隨機 會骰到兩個選不到的髮型 這個是我第二次玩才不小心發現的 之後如果要改還要花寶石100 很不划算,大家一定要在這裡創造好你的角色喔 東西買齊了,海格就離開了 那我們要自己去九又四分之三月才大火車囉 這裡哈利波特會露臉一下 因為這個遊戲的背景呢,是在魔法打戰的之後 所以哈利、妙麗他們早最後都畢業了 雖然說來到了月台,但是我們上火車這段動畫就跳過了 火車上沒有什麼事件 就直接到了霍格華茲 這邊動畫會稍微介紹一下這個學校有什麼 他全部都有做出來喔 雖然是手遊,但是遊戲內容可不馬虎呢 入學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要給分類帽鑑定我們的頭腦 把我們分到某個學院去囉 不過這個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啦 他還是會先幫你分一個 那在這邊的動畫呢,你也會看到主要的幾個NPC 他們扮演我們的同學 也就是說這遊戲的故事都是原創的喔 那之後就帶我們到宿舍裡 進去後只有我們一個其他室友要自己去線上找 但是只能在同一個學院喔 如果不同的話那就沒辦法了 男女生也不能一起住喔 另外四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大廳 那大廳的風格也都是不一樣的 想要進去一定要喝椰子藥水才能去別的學院大廳 這個遊戲雖然只是手遊 不過他把霍格華茲很多樓層都有做出來 樓梯也會一直移動 我們還可以騎著哨把在霍格華茲附近飛來飛去 那地圖上也會有隱藏的一些任務喔 不過我目前還沒打贏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獎勵 路邊的怪有夠強我居然都打不贏耶 我一直在玩 玩得快一個禮拜了 反而普通任務的怪還比較簡單 這個遊戲呢 他也是像單機遊戲一樣 他也是有主線任務 主要就是跟NPC一起 這邊就不太需要那個玩家一起了 然後他講故事跟過場動畫 我是覺得也是很用心很有水準 不會說覺得很無聊 所以其實還蠻融入他那個劇情的 但是目前呢 只做到第二學年 我現在也只剛玩到第二學院而已 霍格華茲總共要讀七年 像醫學院一樣長 大概之後會慢慢更新吧 那每過主線都會有一些獎勵 裡面很多史詩卡或是傳說卡 無課金就是要靠這個啦 所以大家趕快玩劇情 劇情到第一學年後段的地方 會有一本無名之書 那他有哈利波特第一集神秘的魔法石 的一些精彩片段回顧 然後也可以操作哈利波特 龍恩跟妙麗他們小時候的樣子 你也看得到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內容都還沒有做完 大概都是等日後更新吧 這款遊戲的內容呢 主要有幾個 我們可以像霍格華茲的學生一樣 去不同的學院上課 上課內容呢 就是一些小遊戲 像是占卜學 就是跟其他玩家玩你話我猜 奇獸示意學呢 我們就在保護南瓜 打一些小怪來亂的那種 魔法石就是 哈利波特世界的 問答遊戲 看你對哈利波特到底有多了解 符咒學會拿到新的魔法 然後打怪來實戰演練 黑魔法防禦克的話 也是戰鬥 但是比較像是BOSS戰 那遊戲裡面還有兩個比較主要的玩法 但是內容沒有這麼多的 那就是in game的舞會 跟運動的奎莉琪 他的舞會呢 大概有五六首歌吧 然後隨著節奏 那個泡泡會越來越小 到那個剛好一圈的時候 大家要按下去這樣 也是有分一到五級 越高級的越快 喔對了 我們跳的是交際舞 所以你需要一個舞伴喔 但是男的女的都可以 所以你高興 那鬼地騎的話 就是三個人一組 三對三的 但是不是說 讓你自己可以亂飛 他是有一個軌道 軌道分左中右 就是一直飛一直飛這樣子 但是中間會有 對方的那個球員要阻擋你 那記得要按左邊或右邊這樣閃 路上也有減速跟加速的那個符號 踩上去就有一些作用 那也有體力條 體力條如果歸零的話 你的人物會掉在那個掃把上 會要掉下來那樣子 要過一陣子才能活動 那你飛到一段的時間後 就可以射門 不過缺了收服手 所以就是說 沒有辦法抓金探子 就只能一直射門 然後比得分探子也比較高囉 這個就感覺上沒有那麼好玩 但是也還可以啦 洛格華茲旁邊有一個禁忌森林 裡面的遊戲模式呢 就像是打副本 我們要調查 然後拿到各種線索去進行副本 裡面可以收集魔藥的材料 然後也可以選擇休息或是探索 也有一些小型的戰鬥跟BOSS戰 它有分等級 等級越高的東西當然就是越好囉 最棒的是裡面有商人 商人也會賣一些傳說卡喔 聖靈裡面的副本呢有很多種 也都有一些故事 所以玩起來不會覺得說很無聊 那根據我們的選擇 那劇情也會有一些變化 只不過它星級的不同 劇情還是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玩久了刷很多次了 還是覺得有點重複無聊這樣 不過這個狀況我是覺得 也不會說很嚴重阿 決鬥社我覺得是這個遊戲的核心 就是玩家對戰1對1或是2對2 那它的戰鬥呢不是普通的卡牌而已喔 不是像遊戲王那樣站著不動的 魔法分召喚卡跟咒語卡 我們移動也需要卡片 所有的魔法都是指向劑 所以能閃著閃走位也是很重要的 忘記了還有一個夥伴卡 夥伴卡就是我們可以叫上來幫忙的夥伴 就是故事中主要的人物阿 還有哈利 廟利 但是沒有龍恩也許就會出吧 還有一些補魔跟補血的夥伴 影響戰鬥的除了法術以外 還有一個叫迴響的東西 不過這個只有在經濟森林裡面才會有喔 花錢也買不到 那它可以增加牌組的特殊能力 然後它也是有分等級的 所以經濟森林裡面要解更多任務 才拿得到金色的 那它的特殊能力呢 像是哈利如果用它的迴響的話 耗魔3以下的咒語阿 會增加40-50%的攻擊率 多比就是可以閃現 然後多五張移動卡 光是研究這些組合跟卡牌 就要研究很久了 那這邊要再提一下它的最大的優點 我覺得它的那個魔法卡 每一張都設計的很精緻 都會有故事跟動畫 所以忍不住就會想看一下裡面寫什麼 而且細節其實還蠻豐富的喔 有的卡會發現一些驚喜 所以大家每一次可以觀察看看它有沒有彩蛋 最近這一個禮拜在玩阿 幾乎50%以上的實驗都一直待在決鬥的時候 一直在決鬥 我就喜歡打架阿 但是我是 我就爛得喝不啪不學院的 所以 嗯 就打爽了耶 每次那個學院的決鬥比賽 都是葛萊分多贏 沒關係我們 等一下宵夜吃什麼 喝不啪啪就是這樣子阿 我就爛 遊戲玩得爽就好了阿 那因為哈利波羅是這個線上遊戲嗎 所以它的社團也是蠻重要的 一個社團可以加入100個人 每天晚上9點呢 會有活動 每個社團成員呢 都能投票 就是奎蒂奇 舞會 還有魔法史問答 舞會的話就是看誰最會跳舞囉 然後就是比分數的 當然 越完美分數越高 不過跟等級也有關係 前三名的獎品是比較豐富的 社團會裝會比較多 不過 就算沒有在前三名人人有獎 還是有社團會裝 魔法史問答的話 是平常你上課的進階版喔 一共要達20題 然後所有的社團成員 都坐在課堂裡面 但是位置有限 分數太低的 就會被 教到旁邊法戰囉 分數如果追上來 別人就要亂位囉 那奎蒂奇比較不一樣 他是要跟其他學院有 統一時間參加的社團比賽 這三項我是覺得魔法史比較有趣啦 因為那個題目很難 我幾乎都不會 都在亂猜啦 不過 賀夫巴夫大家都是這樣啦 又不是雷文克勞 雷文克勞大家都會 我覺得很難玩耶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社團會裝能做什麼 社團裡面有一個商店 商店裡面可以兌換東西 最棒的是 集六百個社團會裝 可以換傳說卡 沒錯 所以大家都很認真努力的參加活動 講歷史的太棒啦 那這個遊戲的聊天間系統呢 我覺得也是比較先進的 那四個學院呢 他們聊天室都分開的 那還有社團 都可以一起聊天 那也有世界這樣 他特別的地方是 除了文字以外 也可以用語音訊息 還可以自訂的圖片上傳 不過他要先審核就是了 跟別人組隊跟決鬥的時候 有的人麥克風有開 他會顯示麥克風開啟或是關閉 所以可以隨時跟線上的人交流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不過大部分的人都把麥克風關了 所以我也就跟著一起關了 偶爾才會開開來聊天 那除了我上面講的遊戲內容以外呢 官方目前都有很多活動 像是第一週有尋找拼圖的活動 我們就要在霍格華茲各個地方逛街 找那個拼圖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太難了吧 其實霍格華茲很大耶 所以我就看了巴哈有人做出來了 太棒了太棒了 拿活動獎品也是很不錯 不過你拿到什麼又跟人品有關 我人品不好 沒有拿到家幸運的東西 聽說家幸運的抽卡有利耶 可是我沒中 那中秋節前又更新了 有中秋節活動 就是中秋節的一些 中方的衣服啦 主要是巧克力挖活動 然後收集巧克力挖 達成全部的條件的話 又可以拿到一張傳說卡了 雖然說他只是個活動 但是他也是有串插一些小小的劇情 很不錯 不是那種到處跑 到處收集東西那種的感覺 遊戲做的真的很用心 活動也很用心 新的巧克力挖活動 那個決鬥社也有新的玩法 連場景都有特別設計 這次的活動我也是很喜歡 那我算了算 就算我是五克新手 不含抽卡包 那我保底就有四張傳說了耶 真的很佛耶 前一陣子玩天地劫 什麼屁都沒抽到 所以我就3GAME了 但絕對不是說天地劫不好玩 其實天地劫也是很不錯 那麼既然他是個手遊 那大家一定想知道 他是克很兇的那種還是很佛的呢 那我們遊戲儲值的話 他是會拿到寶石 別的遊戲是鑽石阿 其實差不多 寶石大部分的東西都能買 就是我說的那個回想不行阿 那卡片要用抽的 也有類似像通行證的東西 不過這個就要用現金買 寶石主要可以買一些造型阿 還有咒語卡的卡包這樣 或是直接買卡片 雖然如此 他遊戲裡面還是有一些衣服 是可以用裡面的金幣買 我們升級跟拿到新的成就的時候 可能會拿到錢或寶箱 也有可能是卡片 寶石也是有 每三個小時會有一個寶箱 那我們最多存四個 就是12小時上限一次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這樣玩下來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拿到 很多寶石阿 跟卡包 我現在 我現在 我只有課33塊啦 這樣算課金玩家嘛 多拿了三張卡包而已 我現在是有 抽了40包 那寶石大概接近拿了2000個 也就是大概台幣1000塊左右 我是覺得這遊戲其實算很佛啦 我好想繼續課喔 因為我已經 每天玩一個禮拜了 所以 影片做很慢 那看了我前面講這麼多內容 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遊戲內容其實真的非常的豐富喔 主線那邊 劇情我就沒有什麼多說啦 這個要大家自己去體驗 我只能說 他劇情也是很不錯 過場動畫跟主線的遊玩時間 也都是滿長的 我覺得已經可以當成一個單機遊戲玩 就算你無課 我覺得你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然後傳說卡其實也不一定強啦 但是總是有幾張比較OP的 不過OP的我都沒拿到 所以無課玩家 我覺得你要玩決鬥的rank 也不用太擔心 多玩一陣子 其實東西都會有的啦 課金玩家不過是比較早打上去rank而已 但是後面可能也會被打下來 那遊戲也不是只有決鬥而已 那個競技森林的副本 我覺得也是不錯 然後有的人呢 喜歡一直參加舞會跳舞 或是一直聊天交朋友而已 其實這個遊戲 可以滿足很多不同需求的人耶 我現在玩的遊戲時數 都已經比很多3A大作還要多了 所以我真的很想課金 遊戲內容是真的挺不錯的 主要是我覺得戰鬥好好玩喔 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反正無課其實也可以玩得滿爽的 大概就這樣啦 大家自己判斷看看 到底要不要玩 那聽說中國那邊有PC版啊 之後台灣應該也會有 用PC版玩可能又更好 因為我手機一直 發燙發熱真的是受不了耶 所以我祝大家歐運昌龍 抽到一堆傳說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觀看 我是海綿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